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欺骗而出洋的悲剧 南洋 番客的命运与一个家庭在生存风暴中的痛苦 我的故乡在祖国的南海边 那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可是为了谋取生物 村里三家五户几乎都有一两个人出洋当 番客不知有多少人累死在南洋 永世回不了唐山 听老辈人说 最先的祖辈闷下南洋 试上了人贩子花言巧语的荡 被骗出去荡 猪仔 强行装上船 飘扬过海 跟当年贩卖非洲黑奴差不多 运到南洋的华工 被分散到矿山和种植园 白天要干十几个钟头 夜里挤在板棚里 周围有木桩和铁丝宝 板棚的门上还要上锁 跟监牢一样 被骗到印尼的华工 在烈日下种烟草 在潮湿的西湖离开西矿 因为吃不饱 活而重 常常有人昏倒 病倒 监工们便用皮鞭毒打 好多人被活活打死了 活下来的也是皮薄骨头 不像个人样 我父亲为了一大家人的生计 只得出养党翻课 常年在南洋奔波 从我记事起 只回过两次家 那年母亲不幸去世 父亲赶回来办丧事 对着母亲一向哀嚎着 那凄凉的情景 使我难以忘却 我六岁那年 哥哥阿全 跟父亲离开了家乡 扔下我和双母失明的祖母过活 长到十三岁 父亲想让我锻炼锻炼 东凑西界 筹集了一笔钱 也安排我下南洋 一个寒风呼啸的清晨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 寒泪带别亲人 随叔父走出了家门 我们乘着小火轮 在内海航行 海上风平浪静 海涯风景优美 瞭望家乡的宝塔 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我心头一片惆怅 几天后 我们登上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 离开了亲爱的祖国 铜藏里几百人挤在一起 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 夜里喜疯了船身像个大摇篮 摇来晃去 舱里的人互相碰撞着 有的开始呕吐起来 到处争发着酸臭味 几百人在猪圈般的船舱里挨了五六十个钟头 第三天上午才挨到这个岛国的首都 大家在码头上排成长龙 让海关检察员在身上乱摸 检查完毕 叔叔说要给我去办理入境手续 提住行李匆匆走了 不多会儿 他领着一个瘦老头朝我走来 对我说 他是你的父亲 叫李在兴 你叫李信 我惊怠了 我只知道买大字 居住证 要花钱 万万没想到还得花钱任一个假父亲 叔父好说歹说 我才同意了 从此 我的居住证上就永远填写着李信的名字 叔父在郊区一家华侨开的亚西亚商店里 给我找了个学徒的差事 临走时 把我叫到身边说 你父亲店里生意不好 只好叫你到别人店里当学徒 你千万要勤快 肯吃苦 好有个出头之日 亚西亚商店是各卖杂货的小店 店东叫洪阿福 大家都喊他洪头家 他手下有三个伙计 李古义 管店里的账母和书信 火头灵鬼 是他的一门远亲 还有一个是被称作大力士的陈衫 我的床铺被安顿在两条短凳架着的铺板上 铺住一领破袭 袭上一长一短两个枕头 短的又藏又黑 长的叫抱枕活像一段原木 床铺板在阴暗不透气的角落 还仅挨着个公用电筒 学徒生活很刻板 几乎每天干着同样的差事 清晨扫地 擦洗玻璃 收拾柜台 劈柴生活 桃米煮饭 早饭后 推两小时末 把喂马的玉米碾碎 这里的魔像 一架大型绞肉机 推起来十分费劲 推几分钟就浑身冒汗 喘不过气来 为了节省衣服 我值得光着脊背 赤着脚 推完末 我得赶忙到柜台帮忙 红头家吩咐我上楼取货 李谷义叫我搬小梯子 陈山要我把黑糖和玉米扎给马夫送到车上 林贵之时我未顾客张麻袋 倒米 没完没了的使唤 忙得我团团转 吃过午饭到三点钟 生意清淡 偶尔进来一两个顾客买点小物件 这时岛上天气炎热 是午睡的时间 所有的人都可以休息 只有我这个学徒没有资格 收拾完饭桌 就到前面帮着看门 五点到七点 是一天生意最忙的时间 我跟着忙到六点 跑到灶间烧饭 吃吧晚饭 再到前面听差时 做些杂七杂八的活儿 直到九点关好门 红头家说声 上楼睡吧 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功课 三 四月间 是岛国的旱季 太阳像个大火球 不到中午就把柏油路晒化了 有天上午 我只穿条裤衩推没 汗水流了一地 我跑到水龙下面 冲了半小时 谁知当天半夜 起风受了凉 一下发高烧了 陈山给我吃了药 睡了一天一宿 浑身轻快多了 睁眼躺在铺上 忽然发现 杖脚一堆堆黑东西在蠕动 起来一看 原来是一堆臭虫 白天我出了一身大汗 夜里还喝我的血 我一气之下 起床找了个空罐投合 到了小半桶没有 把乘驼的臭虫拨进罐里点着 烧得臭虫滋滋直响 总算消灭了大量的吸血鬼 谁知倒霉是接二连三 没过多久 我在后院匹柴 被毒纹钉了一下 几个月后 变成了浓疮 烂得有铜钱大 连走路都缺拐了 大伙儿帮 我跟红头家说情 才叫我进城看西医 我去腰部找到一家小诊所 这磨一个小窗 用去了我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资 又过了二十多天 窗口才慢慢愈合 林贵给我算了个命 说是流年不利 时间长了 我经常看到一个俊俏的黑衣女郎来店里找陈山买东西 她和陈山看样子是老相识 说起话来老带着叹息 陈山却总是板着脸 很少开口 渐渐的 我知道她叫伊莎 丈夫死了 为了养活两个孩子 值得公开当了舞女 我对陈山和伊莎的关系发生了好奇 一次次问陈山 她都不肯说 最后有一次 她终于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原来十年前陈山和伊莎有过一段巧遇 恋爱和不幸分离的故事 那时候陈山在一家杂货店当伙计 为了多挣钱 她每天加班加点 或到码头扛火箱 或到建筑工地钱种活 有一天下午 天下着牛毛细雨 陈山从城郊一个工地回来 路过教堂后 一片荒凉的坟地 突然间的听到从坟圈里传出凄厉的叫声 跑去一看 原来是两个流氓 在欺负一个女人 陈山学过武术 练过琴拿格斗 她建议勇卫 冲上去与两个流氓一场恶战 就吓了那个女人 尖头却挨了一刀 被救的女人 就是漂亮的伊莎 在一家私人医 愿当护士 今天来给母亲扫墓 不料遇到了坏蛋 伊莎感激陈山的援救 把负伤的陈山带到家里治疗 在伊莎的精心服饰下 陈山的伤痛很快就好了 陈山深深迷恋上了美丽的伊莎 可是 护养伊莎长大的姨妈却把自己后半生的希望寄托在外甥女身上 希望她能嫁给一个有产业的财主 有一次陈山赴约看到伊莎跟一位绅士走了 她受到极大的刺激 悄悄离开了那个小城 鸡精辗转 才来到这儿当伙计 陈山后来才知道 伊莎也十分不幸 她的前夫不是什么绅士 而是靠赌博 拐骗过日子的恶棍 伊莎受不了她的打骂 离婚了 又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小职员 不料去年小职员又病死了 陈山虽然同情她 但逝去的感情已无法再挽回 两个多月的雨季 接二连三的台风 引起了岛上山洪爆发 商店没有生意 只好提前谢市 那一天 红头家睡在帐房里 突然觉得背上一阵阵冰凉 起来一看 鲍鱼扫到床上 帐房变成了浴池 所有的伙计都被寒醒 大家一看 楼梯下端浸在水里 梁栈底层的粮食也泡湿了 于是手忙脚乱地从水里捞东西 一直忙到天亮 才把铺面上的货物大部分抢救出来 梁栈的木板下面有许多老鼠洞 大水淹了老鼠洞 成群结队的老鼠 都跑到粮食带上来 大家一面倒翻马带包 一面扑打老鼠 一个晚上打死了四十多只 大水给红头家带来了很大损失 红头家爱声叹气地说 地门家中坐 火从天上来 这场大水冲掉我一千多鼻索 要了我的老命 大水冲的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 伙计们只好都站在门口拉生意 红头家脸上蒙上了阴云 整天愁眉苦脸的 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在地球上传播 也传染上了我们所在的岛国 除夕前几天到处发生火灾 林贵告诉我 这都是有意放的火 生意识本 过不了年关 指望放火烧了 到保险公司领一大笔保险费 亚西亚商店莫保险 红头家长天提心吊胆 有一天 他突然命令 我把财累起来的匹柴 摸到院当中来 怕隔壁商店的人 在我们柴桌上放火 就这样 年底盘货结账 还是赔本了 红头家垂头丧气 东拼西凑 好容易度过年关 红头家灰心了 写信把两个儿子叫回店里 自己抽掉一部分资金回 唐山 去了 红头家两个儿子 老大要滑荡了老板 老二要祖当一般伙计 要滑一茬账目 发爵父亲丢给他的事 只要犯的破碗 他野心勃勃 想重整副业 但抵不住经济衰退的潮流 生意依然清淡 于是 红耀华想出一些邪门歪道 搞所谓薄利多卖 减价杀本 暗中却只是伙计做手脚 短金缺粮 欺骗顾客 买卖有了起色 但大家心里都反感 两兄弟也常为此吵嘴 亚西亚商店 抢了同行们的生意 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嫉妒 斜对面一个外号 乌满的头家 悄悄过了两个土人 到亚西亚去埋米检布 拿回店里重新丈量 这一下拆穿了西洋景 亚西亚信誉造地 生意重新跌落下来 红耀华灰心丧气了 开始追求新的刺激 每天到外面寻欢作乐 亚西亚商店巷 一座柱角被白蚁住空了的破旧大楼 只要刮上一阵风 立即汇散了架子 树倒湖顺散 亚西亚商店这种前景 使电火门各自盘算找出路 不久 陈山走了 把拳击当作他的职业 林贵常常跑道 武蛮 电剧活动 要划去了林岛 只有我和李谷义 还聚守着这个凄凉的杂货铺 听起自然 1933年中 亚西亚商店倒闭了 元旦的清晨 天刚蒙蒙亮 我就爬起来 收拾好了行李 告别李谷义和林贵 坐巴士到了 艾尔布叔父的 吃头鹿 杂货店 由于生意不好 各店为了节省开支 都想减少伙计 叔父为我跑了十几家店 想给我找个事情做 可都不成 只好让我先些两天再想办法 一晃两天过去了 我闲得受不了 向叔父提出到地岛找阿爸 叔父为我讨了一张免费的船票 送我上一条500吨的小舶船 心冲冲到了地岛 却找不着父亲开的 丽华杂货店 我向一位阿叔打听 才知道 丽华 前天晚上着火烧了 火灾那天上午 父亲赶回 唐山 伴祖母的后事 这两重灾难的袭击 轰得我晕头转向 禁不住师生痛哭起来 别难过了 阿叔劝慰着我 把我带到了一家华侨的杂货铺 阿全哥哥献了我 只喊了一声 阿松 你来了 便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阿全知道 我急于了解突然降临的灾祸 向老板说了几句话 领我到了一家咖啡店 掌柜的是个美丽的番姑娘 她笑盈盈地过来打招呼 跟阿全很亲热 还给我们端来了咖啡 面包 我们相对坐下后 阿全向我讲述了 这不幸的变故 原来 阿爸知道我要来 十分喜欢 谁知突然收到 唐山 来信 说祖母去世 阿爸匆匆奔丧去了 就在阿爸走后的那个晚上 丽华的店 扑遭了火灾 阿全长叹了一声 切了两片面包 递给我说 吃点吧 时云不济 注意要破财死人 还是保重身体 留得青山寨 不怕墨柴哨 这时 番姑娘走过来收拾桌子 阿全介绍我和她认识 阿全对我说 镇上没有旅馆 我和贝利说好了 今晚你就住在这里吧 就这样 我只好暂时在咖啡店里齐身 一边帮贝利做买卖 一边等候父亲 谁知不多久 接到唐山的来信 说父亲回去后 就害了一场大病 回不了南洋了 这样 尽管阿全和贝利竭力挽留我 还是执意要走 汽车开动了 望住阿全和贝利 我大声喊道 再见了 祝你们幸福 茫茫人流 何处是归宿 在那把我接到过陈山一封信 说他在一场全赛中 击败了S部的二全王 并问我有什么困难 他一定尽力帮助 我决心去找他 可是到码头一打听 去S部的船 早上刚开走 下一班要过五天 我只好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 天气闷热 心情烦躁 我干脆跑到偏僻的岸边乘凉 离我不远的水边 停泊着一条小骑船 船上下来两个人 静止朝我走来 其中一个大汉 粗声粗气地问我 小孩 你愿意挣钱吗 当他知道 我等船去S部 高兴地说 坐我的快艇去吧 只要帮我干活 免费 我想了想 决心接受这一交易 回到旅馆付了房钱后 我就跟着大汉上的一搜用阳文写着 摩佛 摩佛 字样的快艇 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把我领到后舱 指着上铺说 你就睡在上面 喂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比比 你呢 哈哈 你这小傻瓜 叫我妞妞好了 妞妞拉 我到甲板上 向我街上说 那个大汉式船长 叫斯格特 脾气古怪 喝醉了酒 常常打人 其余三个船员 老伦基手是个好人 一个水手是哑巴 另一个是坏蛋 岸上响起一阵汽车声 一辆大卡车停在海边 卡车上堆满了木箱和麻袋包 船长从驾驶楼下来 手里拿着一条皮鞭 妞妞立刻拉我跑到岸上搬货 搬了一个多小时 货装完了 船长拍着我的肩膀夸奖说 比比 你干得不错 在我船上当个水手好吗 每月工钱三十笔锁 我正犹豫住 看见站在船长背后的妞妞 对我直摇头 便谢绝了 起航了 魔佛号慢慢离开了海岸 从闪光的灯塔 和黑蒙蒙的山路之间 缓缓穿过海峡 向茫茫大海驶去 妞妞走到甲板上 坐在我身旁 我问他 刚才卫师魔朝我摇头 他脚狭地说 我什么也没做 你什么也没看见 明白吗 停了会儿他又说 我看你是个老实人 不应该留在魔府号 我感到有点恐惧 这奇怪的魔府号 到底是条什么船呢 为什么妞妞要警告我 半夜 起风了 狂风架着暴雨 袭击着船险 庞府要把他劈碎击沉 埋葬在大海里 魔府号顽强地和风浪搏斗住 不料轮机坏了 风浪把他刮到一个荒凉的珊瑚岛边 三天后台风扫过了 海岛险露出了雄伟的山峰 海岸边藏着野树 槟榔 荒岛不荒 大家都很高兴 四个特派两个水手 修补损伤的船客 叫我跟妞妞到岛上找淡水 轮机修好了 魔府号要等到大潮来时 船身升高了 才能离开荒岛继续航行 等待是件烦人的事 大家闲着无聊 只好各自找点试来消磨时光 白天天气酷热 妞妞就拉我下海游泳 我不会浮水 学了几次才慢慢浮上水面 这天下午 哑巴慌慌张张从岛上跑回来 呜哇呀啦的跟船长匕首划脚 看样子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四个特扔下纸牌 命令船上的人都拿起武器 站到甲板上 原来西边山坡上下来百十个矮黑人 黑压压一大片 有的举住锁标 有的拿着弓箭 随着手骨的节奏声 慢慢朝我们走来 活向军队在前进 未首的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矮黑人 又瘦又小 他高举住双手 走到离我们不远的沙滩站住 用岛国中的语言 熟练地对我们喊 先生们 请不要开枪 我们是来做生意的 这时 妞妞发现在我们东边 两条独木舟飞舰般 向快艇驶来 船长拥望远近瞧了一阵 问老黑人 那是什么 给你们送礼物 送好吃的东西 老黑人大声说 独木舟慢慢地驶进了海槽 老黑人叫人 把竹筐里装住的龙虾 马胶 鸡蛋 和活鸡等东西搬下来 双手朝天举住 说 尊敬的船长 请接受我们微小的礼物 船长礼貌地请老黑人上船 几个搬运礼物的矮黑人 也跟着上来了 他们的头发卷成一团团 看上去 个子只有一米二高 生意很快就弹成了 船长用两条快枪和一百发子 谈换了老黑人 五粒亮光闪闪的珍珠 老黑人坐着独木舟走了 爱黑人的队伍 也翻过西山坡消失了 原来 这些黑人从乐奴岛上来 他们经常到这岛上来采燕窝 捉毒蛇 打野山羊 我们上岛第一天 他们就发现了 看见我们船搁浅了 人也不多 才带着部落的人来做买卖 晚上 出于好奇心 我偷偷钻进货舱 想看看运的到底是什么货色 我悄悄木箱 摸摸麻袋 还是什么也没弄清 可谁知这一切都被坏蛋发现了 妞妞拉我到海边石碑壳石 告诉我 昨晚上坏蛋已经报告船长 并建议把你干掉 真是祸从天降 我吓得目瞪口呆 妞妞说 斯格特很多意 他怕泄露船上的秘密 实话告诉你 魔府号是条走私船 运的是值钱的私货 啊 原来是这样 我恐惧地望着他 不知该怎么办好 妞妞沉默了 他是个孤儿 斯格特收养了他 打十岁起 就在这条船上长大 长天陪着醉汉 坏蛋和哑巴 他希望我留下 但又不忍心把我也拖下火坑 妞妞想来想去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让我留在这个荒岛上 妞妞鼓励我说 这岛上不荒凉 矮黑人也不是吃人的生饭 你吃过午饭就走 会有好运的 说完拉我回船 一路上吩咐我要沉住气 午饭的时候 妞妞照例用托盘端上饭菜 还特意给斯格特拿了一瓶英国威士忌 一会儿他拿了一瓶法国白蓝蒂 对大伙说 传长为了清和谋 佛号脱险 让大家痛快喝一度 坏蛋 见酒没命 一会儿就喝得醉醺醺 摇摇晃晃下 仓房去了 哑巴也收拾碗爹走了 老伦鸡手在甲板上嚼烟草 最后也懒羊羊下了后仓 甲板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立不安 胸中像敲着小鼓 砰砰乱跳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妞妞出来了 手里提着一只大帆 布桶 里面装满了东西 她朝我打了个手势 我跟她走下扶梯 我们涉水走上沙滩 妞妞从帆布桶里拿出一裤 下命令似的说 你的衣服必须留下 穿上我的旧衣服走 我脱下湿了的裤子 慌慌张张的套上了妞妞的衣服 拿着帆布桶 里面吃的用的都有了 妞妞吻着我的额头 无也 说 祝你好运 圣母保佑你 好弟弟 她的泪水流到我脸上 我心里难过极了 不知说什么好 我默默地向她拘了一躬 转身飞跑起来 跑出好远 还见妞妞站在浅浅的沙滩 上朝我招手 夜幕渐渐笼罩了海岛 星星亮了 月牙挂在空中 一阵凉风吹来 身上凉嗖嗖 不离咕咕叫 我找到了一个山洞 从番布桶里取出食物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妞妞为我准备的食物 我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落日已经照进了山洞 我记起了搁浅的 魔佛号 快艇 便带上鹿角刀和茶缸 爬上山的顶峰 环顾海岛周围 不见魔佛号的影子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几天下来 我靠涛海螺 捉海栗子 和石斑鱼和引椰子枝 维持生命 一次 我睡着了 睡得正甜 忽然感到脸上一阵痒痒 睁开眼睛 不禁吓了一跳 一只大猴子坐在身边 用他毛茸茸的手 抚摸我的腮帮 我抓起身边的鹿角刀 祸地跳了起来 那猴子也跳起来 对我叉叉乱叫 我发现周围还有几只猴子 有的提着帆布筒在摆弄 有的拿着茶缸 吃着里面的海螺肉 我怕这群猴子拿跑我的东西 连忙抱起一块石头巢 靠近我的大猴子砸去 猴子害怕了 逃到椰树上 摘椰子还击 这一下可把我乐坏了 他们伤不了我 血帮我摘了不少椰子 我继续朝椰树上扔石头 打伤了一只大贩子 溜下树来 朝山边竹林中逃去 其余的猴子也跟着跑了 几天来一只没线爱黑人的独木舟来 我决定到山前看看 山坡上乱石重叠 荆棘丛生 我小心地走着 仔细地搜索着海面 还是什么也看不到 突然间 背后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 几十只受惊的野羊象 一阵旋风从我身旁奔过 山羊后面追来一只野兽 突然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站住 朝我瞪起闪亮的绿眼睛 这时我想逃也来不及了 那野兽张大嘴巴吼了一声 朝我扑来 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 耳边呼听地嗖嗖一阵响 那前胸和后腿中了两只利剑和一只镖枪 只见得凶猛地跳了一下 跌倒在地上死了 哼 原来是他们救了我 他们走到我跟前 吉里嘎拉对我说话 我一点也听不懂 我用地道的土话感谢他们救我 叙述从我佛号逃出来的经过 希望到勒奴岛去 他们也不明白 我只好学哑巴 用声音和手势来表达 其中有一个年岁较大的 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朝我点点头 拉我走下山坡 矮黑人下水推出藏在水边沿洞里的独木舟 四条江井张地画着 独木舟像剑一般穿破海浪 向勒奴岛驶去 我回头望着荒岛 想起三天来鲁宾军事的遭遇 心里颇为感慨 独木舟画到勒奴岛海边 沙滩上站着一大群矮黑人 多半是妇女儿童 他们像看真奇动物似的围着我 弄得我手足无措 同舟的矮黑人吆喝开道 把我带到村边一座木屋 木屋里住着一个白胡子黑人和一个黑姑娘 我认出白胡子就是那天上船做生意的头人 叫摩哈尼 他问我 为时摩留在荒岛上 我把金过说了 并拿出十个银币 求他送我去圣湖安岛 摩哈尼摇摇头 说三两天就有船 可以顺便带我去 不用花钱 摩哈尼老爹和矮黑人对我很好 这天晚上木屋前面的树林里 举行了一次欢乐的聚会 几十个矮黑人围着野火唱歌跳舞 像过劫似的 几个姑娘跑来请我跳舞 我再三推辞 他们还是硬把我拉走 我只得随他们乱蹦 引起周围一阵阵笑声 接着黑人们聚合在一起 摩哈尼老爹仰面朝天 躺在人堆前 双手放在胸口 口中念念有词 大概是举行精神仪式 仪式完毕 黑人一拥而上 开始用手撕烤肉吃 黑人们吃着烤肉 喝着嘟骂酒 又唱又跳 又喊又叫 非常高兴 他们瓦里恩啊 跟我说话 虽然听不懂 可是从他们的眼睛里 从目着白牙齿的笑容上 我看到了他们善良的心肠 友好的情谊 第三天一早 摩哈尼突然要我吃了早饭就走 原来黑姑娘听到女人们议论 要把我留下来 这个岛上 女人的权力很大 他们一旦决定 想走就麻烦了 我在摩哈尼帮助下 匆匆离开了勒努岛 在圣湖安岛待了四天 我来到埃斯布 找到一座破旧楼房的底层敲门 门开了 出了一个瘦儿老的 拄着拐杖的人 我以为找错门了 呼听一声惊呼 哎呀 是阿颂 他是陈山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 两个月前 M常来了歌叫月色的拳尸 报纸上吹他如何如何厉害 陈山眼不下这口气 决心击败他 拳赛那天晚上 陈山鼓足了尽头 打了好几个回合 终于把月色打倒 赢得全场喝彩胜 全赛后 陈山照例洗完澡 吃了夜宵 步行回家 刚横过一条街 暗影里忽然冲出一辆黑色轿车 朝他身上撞来 陈山躲闪不及 伤了右腿 这个湿道湿得在太黑暗了 陈山叔被人暗算 在我受伤的心上加了一刀 为了能照顾刚出院的陈山叔 我不管他怎么反对 每天上街擦皮鞋 勉强维持两人的生活 陈山叔的腿慢慢好了 走短路可以不用煮拐杖了 他也做了个小木箱 里面装上擦皮鞋工具 到热闹街头 干气早先反对我做的行当来 有天晚上 陈山叔忽然对我说 阿宋 你才十四岁 应该去读书 听说安部华侨学校可以半工半读 我心里有些活动 可想到又要离别 心里难过 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陈山叔叹了口气 没有再往下说 几天后 我在一家西餐 管给一位正在喝酒的绅士擦皮鞋 擦好后他不但不付钱 反而侮辱人 擦皮鞋的小伙伴们 都跑来打抱不平 我趁势一拳击 在他的下巴上 狠狠地出了口气 这事很快就被陈山叔知道了 他严肃地对我说 阿宋 你得赶快离开S部 那家伙吃了亏绝 不会善罢甘休 他又告诉我 制造车祸的主谋 他已调查好 他要报仇 但两人在一起 目标太大 一定要分手 我不知道 陈山叔要怎么复仇 也不愿意 自己成为他的累赘 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同意去M部 第二天黄昏 我乘船又一次 离开了敬爱的陈山叔 到了M部 我先找到了 同乡的宗兄阿良 阿良又带着 我找到了 华侨小学 校长接待了我 让我写篇作文 我看过许多书 当场写了一篇 校长看了满意 录取了我 我结交了几个穷朋友 跟他们学卖报 半工半读 省吃俭用 勉强解决了自己的生活费用 不久 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 乔商中学 免费学习 我的吉人 叫袁董老师 像慈父一样 关心我的成长 他介绍我 参加乔商中学 抗日救国会 办旧王月刊 从此 我像沙漠里 发现甘犬 生活充实了 有天下午 我从郊区回来 路过一幢雅致的洋楼 看见里面走出一个漂亮的少傅 觉得有点面熟 那个少傅也看见了我 突然用土话呼喊 比比 请听一下 比比 原来是荒岛上救我的妞妞 妞妞领我走进一间宽敞豪华的大客厅 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 送走你回到船上 我挨了一顿奏 坏蛋不相信 你被海浪卷走了 叫哑巴去找 后来因为天快黑了 要开船了 斯格特才没心思追问下去 前年圣诞节 魔佛好运了一船值钱的私货 斯格特赚了一笔大钱 提出要跟我结婚 出于报恩 恐惧 享乐和别的复杂的心情 我同意了 于是 斯格特买下了这座别墅 半年后 他瞒着我 又去走私 魔佛号在海上遇到了枪排风 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 只有哑巴活着回来 妞妞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妞妞说完 要求我搬来和她同住 我同情妞妞 假如两年前 我会答应她的 可现在我的脑海里 充满了许多新的东西 灾难深重的祖国 渴望自由的生活 我婉言谢绝了 农历新年 陈山叔忽然找到我的住处 他西装革履 俩然像个有钱的绅士 使我又喜欢又惊异 原来我离开 阿斯部后 陈山叔改名唤姓 在一家面包厂做工 侦查仇人的行动 终于有一天 他摸清了仇人的活动规律 用一辆大卡车 把那辆黑色轿车 撞翻在山沟里 当天晚上 陈山叔到了阿布 找到李谷一避难 李谷一把儿子从唐山弄来了 开了一间菜菜店 父子俩骑造贪黑 勉强维持生活 为了逃避仇人的追捕 陈山叔要走了 他准备离开南洋 先到香港 然后再做打算 他给我留下一点钱 急匆匆地告别了 陈山叔的到来 使我下了归国的决心 七考完毕 我立即买了一张 去香港的船票 宣布回国 路那天 恩师好友都来码头送行 董老师勉励我 努力上进 做一个爱国志士 轮船上响起一阵铃声 我和送行的亲友握过手 走上闲梯 这是一辆漂亮的马车 风驰电车的飞奔而来 在轮船跟前停下 车门打开 跳下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妇人 我定神一看 原来是妞妞 妞妞目空一切地登上闲梯 跑上甲板 气喘吁吁 得则问我 比比 怎么偷偷跑了 也不告诉姐姐一声 我感到十分惭愧 只好修怯怯的解释 我给你写信了 吴开船的气笛响了 简票员礼貌地 催促妞妞下去 妞妞走了几步 又转过身 从手提包里 许出一个信封 塞给我说 等船开了再看 轮船慢慢加速 码头上的人影 渐渐模糊了 我直冷冷地 望着一帮姐姐 止不住流下眼泪 回到甲板上 打开妞妞 塞给我的信封 里面装着一张 五百笔锁的支票 我当时没有想到 妞妞的这笔钱 日后会帮助我走遍祖国大地 走上抗日战场 我以着栏杆 站在甲板上 凝视着即将消失的南洋风光 不禁低声喃喃着 再会吧 南洋 再会吧 我的第二故乡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女子禁不住诱惑 与男子做坏事 街坊 自作孽不可活 宋朝年间 太兴镇上 有个叫李源的老汉 年轻的时候 学了一门剃头的手艺 每天就挑着担子 走街串巷 给人剃头 在这个年代 有个手艺饿不死 也称步着 生活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凭着这本事 建了新房 也娶上了媳妇 今年后 还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取名李扬 一家子的生活 过得是越来越好 有一年 天下大旱 老百姓生活在水生活热中 很多家庭 因为没了粮食家人陆续给饿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源的生意 也是一落千丈 饭都吃不上了 谁还去花钱剃头 有一日 李源挑住担子 去了乡下 虽然明明知道 可能走上一天 也没有生意 但是 如果不出去走走 待在家里 就更没有生意了 去了之前 剃过头的几户家里问过 每人都是一样的大案 都要饿死了 谁还花钱剃头 此时他来到陈老汉家里 准备问问需要剃头吗 莫承想 却看到陈老太拿着粗布条 往房梁上戏 一看就是想不开了 要上吊 李源赶紧上前阻止了他 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这磨想不开 陈老太抽气道 哎 别说了 家里都没有粮了 家里那磨多张嘴 能怎么办 原来陈老汉 献了地主家 今年填租 地主家也不好过 今天便上门来收粮 强行把陈老汉的鱼粮 给收走了 这下一家大小都没了粮食 陈老汉家里有两个孩子 女儿巧红十五岁 儿子浩子十岁 这天栽连续两年 别说野菜 只要是绿色植物的都光了 李源家虽然不至于饿着 但是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分出来 但也不想献死不救 沉思片刻后说道 他大神 你家女儿尝的水灵 不然我就娶了她回去 给我带媳妇 我家儿子今年十二岁 年龄相差不多 现在光景大家都差不多 我给你十斤白面 再加三两银子 你看如何 陈老汉一听有十斤白面 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巧红为了救活父母 弟弟什么也愿意 就这样 当天就与李源走了 回了李家 妻子王事件 李源带回来个妙龄少女 很是吃惊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家家都要揭不开锅了 你还往家里领人 李源就把自己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说了出来 现在家家生活困难 也都没食磨鱼粮 我们儿子也十二岁了 就趁现在这个时候 财力也便宜 就给他娶个媳妇 家里就多张嘴的事 王室一听 确实不错 划算 很是高兴 看到巧红心灵手巧 家里家外收拾得潜潜尽尽 王室很是满意 就商量等儿子 满了十六岁 就给他们办婚礼 据说 陈老汉 家里没有了粮食 为了给妻儿省下口粮 就出去找事做了 只是光景差不多 活也难找 最后沦落成了乞丐 李源这呢 李阳喜欢巧红 整天姐姐 姐姐跟在她屁股后面 巧红就把她当成自己弟弟般照顾 这让夫妻俩看了高兴 就这样过了一年 光景也好了很多 家家户户 也慢慢有了余粮 不至于饿住了 李源的剃头生意又好了起来 因为手艺精湛 为人谦逊实诚 很多人都愿意找她剃头 因此钱也是滚滚而来 更是盘下了街头的一个档口 开起来剃头铺子 这时候也不用跳着担子 辛辛苦苦的走街串巷了 更不用跑乡下 而且生意又好 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家里日子也是越来越好过了 而且在街上买了新房子 王室过起了傅太太的生活 而且家里的活都有巧红干 自己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到处找人唠嗑 慢慢就与附近的光滚黄 三打的火热 这个黄三不到三十 家里有鸡母泊田 靠着收租子 整日游手好闲 坐池山空 王室先烧干货 身材不错 脸蛋更是保养的水嫩光滑 两人很快就勾搭在一起了 这个黄三嘴巴田 会说话 把王室哄得一愣一愣的 王室做的事情 李源当然不知道 他每天忙着剔头铺子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思想别的 每日中午 王室就让巧红来送饭菜 不过街上的风言风语 就慢慢传到了李源耳朵里 刚开始 他是不信的 但是太多人提醒他 李师傅 你每日如此辛苦赚钱 也得顾好家庭啊 别到失老婆跟人跑了 有一日下午 李源替好最后一个客户的头后 现没有顾客上门来 就关了铺子 回家去看看 莫诚想 家里只有巧红和儿子李洋 李源问道 你们娘亲呢 李洋答道 娘说 出去找李沈说话去了呢 李沈就住在不远处 李源就来到李沈家里询问 李沈子在家呢 我娘子在你这吗 李沈子说道 没有啊 我都几天没有见过他了 李源没找王室 正要往回走 却被人一把拉到了巷子里去了 李源抬头一看 原来是赵寡妇 李源正想问他干什么事 赵寡妇 嘘 文一声 小声说道 李师傅 我看到你家夫人去了黄三家里了 不过怕眼花 看错了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就这样 李源来到黄三家门口 见门从里面拴住了 就偷翻了墙 只听见里面男女说话声音传来 那打情骂敲的声音不堪入耳 李源一听就知道是妻子王室声音 李源气得火冒三丈 自己每日辛苦赚钱 妻子却在做这样的事情 拿起放在墙角的木棍 撞开门冲了进去 随后 李治中纠战 胜了冲动 没有打下去 丢下棍棒说道 万恶银未首 既然木已成舟 那摩原已尽 情也已了 以后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你也不用回去了 明天我就把修书送过来 就这样 李源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巧红剑 公爹如此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上前安慰道 爹 你这是怎么了 有找到娘吗 李源看着巧红 欲言又此 这事情 怎么张得开嘴呀 最后编了一个别角的理由 你娘 她又是出远门了 到了时候就回来了 当天晚上 李源饭都没有吃 就去睡了 想起当初生活困难 与夫妻生活甜如蜜 恩恩爱爱 如今有了银子 日子好过了 却 第二天 李源还是早早去了铺子 他觉得得让自己忙起来 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就这样过了今年 儿子也满了16岁 李源就给他和巧红办了婚礼 李阳这今年 也在铺子学习剃头 如今也算可以独自剃头了 夫子俩一起经营铺子 生意很好 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有了儿子帮忙 铺子也没有太忙碌 因此李源就胡思乱想了起来 毕竟他还是个青壮年呢 有一日铺子不太忙 他就来到街上逛了起来 顺便买点东西 来到胡同口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李源赶紧吵着声音来源走去 原来是赵寡妇 不小心掉到了沟渠里去了 这个沟渠有点深 幸好天气干旱 没有污水 不然得一身臭烘烘了 李源把他救了起来 问道 你是怎么走路的 一个沟渠那么大 竟然看不到 赵寡妇委屈道 哎 别说了 刚刚路口 有条大黑狗 看到我无缘无故 就汪汪汪汪狂吠 吓得我把腿就跑 没成想有个勾去 没注意就给摔了下来 赵寡妇腿给摔伤了 征询他的同意后 就把他给背回了他家 还热心请来大夫诊断 说是腿给摔坏了 大夫给他诊治后 给他接好了腿 还用木板给他固定住 大夫交代道 好好卧床休息 不要碰到伤腿 赵寡妇 早年丧夫 膝下有个女儿 不过一年前就嫁人了 如今独自生活 李源见他可怜 就表示 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赵寡妇道 李师父 这样不好吧 李源道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看你走不了路 想喝个水都不方便 这下赵寡妇莫话说了 就这样 李源也莫去铺子 就在赵寡妇家里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就这样 李源就在赵寡妇家里 一待就是三个月 这时赵寡妇腿也差不多好了 也能下床走击步 经过这磨长时间的接触 两人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两个都是单身 而且单身也久 郎有勤 妾有义 这时便也是水到渠成 不过 两人都是规矩之人 所以 李源便找了梅婆上门 有了三梅六聘 走了 所以刘成 还请来街坊见证 两人便结成了夫妻 住到赵寡妇家里一起生活 再说陈老汉那里 当年出去找活干 一直没有找到活干 最后成了乞丐 有一日 在街头行起 突然有火强盗 正追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年轻男人 眼看男人就要被那伙人抓住时 坐在街角的陈老汉心扇 就偷偷帮了那个年轻男人 躲到了巷子里的一个地窖里 不过 自己却被追上来的劫匪给一刀砍下 年轻男人 因此躲避了强盗的追杀 捡了条命回来 所以 对陈老汉很是感激 又是愧疚 原来年轻男子 是县里面刘元外的儿子 叫刘昕 他带着伙计 出门进货 回来时 遇到强盗打劫 伙计也因此走散了 幸好陈老汉救了他 不然自己就没命了 可是陈老汉为了救他自己 却被砍伤 血流了一地 刘昕带他去看了郎中 最后却无力回天 因为一起出去的人看到此事 回去后说陈老汉遇到劫匪 被打死了 陈老太伤心欲绝 差点就用一根绳子来接了自己 因为儿子年龄小 为了照顾儿子 才打起精神 日夜操劳 希望儿子能够快快长大 然后娶上媳妇 自己也好与陈老汉有个交代 刘昕回到县城 想起陈老汉救了自己 他却因此丢了命 感觉心里很心疼 他也是个善良之人啊 陈老汉临死前交代他 帮忙照顾妻儿 所以刘昕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 按照陈老汉给的地址 找到了陈老太和他的儿子 把陈老汉舍命救了自己的事情 说了一遍 表示自己愿意照顾他们母子 让他们母子搬到城里生活 陈老太不想寄人篱下 所以就拒绝了 刘昕没办法 只好留下一大笔银子给他们 陈老太为了给自己儿子 说门好的亲事 就翻修了新房子 又在旁边家盖了两间房 拖了媒婆帮忙物色 有钱就是好办事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贤惠的女子 成了婚 日子也是过得幸福 而陈老太却没有再嫁 与儿子儿媳一起生活 一年后 儿媳生下一个孩子 陈老太就在家里含一农孙 李渊与赵寡妇成亲后不久 赵寡妇不久以后 老棒怀猪 这让李渊很是开心 没想到自己年过四十了 还有机会当店 一年后 生下一个白白嫩嫩的女儿 粉嫩粉嫩的 李渊看了爱不失手 每天逗着女儿 日子过得很快 有一日 李渊抱着可爱的女儿 带着妻子一起上街逛 突然看到一个女乞丐 很是眼熟 显然 那个女乞丐也是看到了李渊 但是她却转过头去 假装没有看到 原来那就是王室 当年被李渊修后 就与黄三一起做起了夫妻 没成想到黄三太不是人了 见王室没有钱接寄他 就把王室给卖到了花楼 幸好王室保养得好 只是王室的日子 却不好过了 每天在花楼里要 死 要 火 最后被打得半死 有一日 趁管事的不注意 逃了出来 无处可去的王室 变成了乞丐 李渊看到王室的惨样 心里也不太舒服 毕竟他是自己的原配 还是自己儿子的亲生母亲 便把他带回了家 对于当年的事情 李渊虽然怨恨过 但是那终究是自己的生母 所以便不计前嫌 把他接回家里照顾 王室对儿子说道 儿啊 娘知道错了 以后我会好好在家里 奶也不去 就在家里好好照顾孙子 李渊与巧红婚后一年 就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如今孩子都三岁了 平时巧红在家里带孩子 打理家务 如今婆婆回来了 刚开始会帮巧红做些家务 带孩子 家里家外收拾干净整洁 这让巧红一下子适应不过来了 原本好吃懒做的婆婆 怎么转了性了 难道在外吃了太多苦 知道嫁的好处了吗 巧红心里被婆婆的改变而高兴 有一日 巧红带着孩子上街买东西 在一个点心铺子 看到那点心是自己相公最吃的 就买了一包 转身回去了 才到家门口 突然有个尼姑 晕倒在自己面前 巧红看着这个尼姑 脸色发白 嘴唇有些发紫 心里一惊 难道是中毒了吗 就让人把她抬回了屋里 还让人请来郎中诊治 大夫说 她这是身体太虚弱了 我给开一点安神补脑的汤药 每天坚持喝 巧红让下人帮忙煎药 自己则是守在这里 等着她醒来 不过 很快 尼姑就醒了过来 得知是巧红救了她 她很是感激 说道 多谢施主伸手搭救 此时 府里下人煎好药 端了过来 巧红说道 师太 这是大夫开的药方 你快趁热把汤药喝了吧 尼姑身体虚弱 巧红就让她多休息几天 就这样 尼姑在府里一住就是五六天 一天夜里 尼姑睡不觉在院子里那凉 突然看到一个身影 不知在倒过什么 出于好奇 就偷偷跟了上去 原来是王室在往外面搬东西 都是些值钱的东西 而且门口还有个男人在外面接应 尼姑不认识那个男子 为了不被发现 就在找一棵树 偷偷藏了起来 娘子 现在怎么样了 值钱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吗 男子说道 王室回答道 差不多了 你快走吧 别被抓住了 那就前功尽切了 交代完后 王室又回到了自己屋子里 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搞头就睡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李源赚下一大笔银子 不仅买了很多值钱的家具用品 而且省吃俭用 都想留给子孙后代 这让尼姑心急如焚 第二天一早 尼姑就把自己这些天看到的事情与 巧红说了一遍 说道 施主 要小心防范 你婆婆 当时巧红还不在意 当得知 王室偷福里东西出去 低价买了 然后去赌方挥霍室 巧红就把此事与父亲一起商量 原来 王室流落街头 说自己给黄三卖去花楼 自己是逃出来的 都是他骗人的 实际上 黄三迷上的赌博 都是苦肉计 就是想要搬空变卖家产 为了报复李源 不过 李源早已洞悉一切 报了官 把黄三和王室双双抓了起来 李洋对于王室的做法虽然有些不解 但是迫于父亲的威严 他也是不好无腻 最后 经过官差的调查 发现王室与黄三 做下很多恶事 黄三更是入室盗窃 王室忘疯 这次竟是偷拿儿子家的 很多街坊知道此事后 都议论纷纷 说王室好好的日子 不过太能做 把自己给做 死了 哎 王室只能一辈子待在监牢里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